陆军官校的校友会为了要庆祝黄埔建校这个百周年 是举办了全民国防嘉年华 没有想到意外惊传 这个阅兵的舞台钢架突然倒塌 也压到了正在吹奏的男子 索性呢意外状况处理结束之后 活动还是照常举行 演奏到一半舞台后方钢架突然倒塌 杂中正在吹奏的男子头部 冲击地道相当强大 男子整个人往前喷飞 吓坏众人 这是陆军官校校友会为了庆祝黄埔建军建校百年 举办的全民国防嘉年华 即便现场瞎着大雨还惊传意外 人挡不住退将们热爱中华民国的热情 退伍将领整齐划衣拿着木枪 踢着正步进场 其这场活动处理要唤醒退将们心中的军魂 同时也是要向国家领导人喊话 呼吁以国家安全为优先 不要成为第二个责伦司机 不过也传出中共广邀我国退伍军人 16号到中国出席 黄埔百年校庆 据了解不少退将 害怕成为中国用来宣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样板 因此出席意愿不高 但还是有退伍军官选择前往 陆军官校专修班校友会长蒋成龙喊出 大陆没有单位在举办黄埔校庆 何来统战之说 而他也透露退将们将组团在16号前往中国 我们各个团队自主性出发 6月16号在那边会师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退伍将领到中国参加黄埔军校 百年校庆就怕中共再出招 将纪念黄埔军会的活动 操作成统战战略的一环 介绍一环万一的SN超度 台北参谋报道 海巡的巡防舰永康号 在今天在高雄迄今是正式交传了 展现对海巡还有前建国造的支持 而这个执评交界 一直以来是由女性来负责 过去典礼多半交由 像是总统蔡英文 还有海巡署长 或者是海委会主委等人来主持 而这一次是交由副总统萧美琴来主持 是第一次由副总统的职位来负责交界 结果模型代表正式交传 副总统萧美琴到高雄迄今 出席海巡署永康健的交传典礼 而永康健命名象征永保安康 也与台南永康同名 由台南女儿萧美琴主持 在世和不过 也成为首位主持交传仪式的副总统 向国人朋友宣告海巡署 护卫海域保卫人民 保障渔权的决心 除了交传永康健 也见证下一艘舰艇长兵舰的下水 面临中国在台海的不动威胁 国舰国造持续推动 强化巡防能量 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严重影响 我国海上交通安全局秩序 29号上午 两艘来自厦门的共军补给船 闯入金门限制水域 海巡人员即可前往驱逐 专家研判两艘舰艇是因为当天海巷不佳 想切西瓜竞速返航 因此闯入限制水域 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这两艘登陆艇并不是属于海军 而是属于中国陆军 也就是再送一些补给物资 粮食油弹等等的 这个后勤运输用 那么在战时就反过来 会支援陆军的登陆作战了 在经过口头警告驱离后 中国舰艇随即离开 但解放军舰艇闯入灰色地带 台湾海巡提高戒备 不敢松懈 记者廖凯仙令雨拉高雄报道